眼下正是新疆辣椒丰收的时节 渤湖县的焦农正趁着晴好天气晒辣椒 火红的辣椒整齐地摊晒在戈壁摊上 与周围的农田交织成化 晒出的辣椒品质也不错 在地上晒辣椒10天干 在这个戈壁上晒6天就干 而且晒出的辣椒质量好 性质好 经过暴晒的辣椒 不仅可以作为餐桌上的食材 还可以用来提取食用色素 制作蛋糕 冰淇淋 口红等 今年 当地供种植辣椒47万亩 预计产量可达140万吨以上 晒晒工作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